NBA是一个需要天赋的联盟,天赋决定上线,天赋越高的球员上线可能越高,像是一些天选之词,比如斩姆斯杜兰特,他们刚进联盟就被寄予厚望,球队管理也都知道他们的天赋有多高,所以大力培养他们。 但是还有一些这样的球员,天赋很高发展前景,也不错,球队得到他们想要将他们培养成球队的核心球员,但是最终因为体系或者是球员自身的问题而失败告终,大力培养成巨星,无那只成小人物。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被当作核心培养,却打不出名堂的球员吧。 阿里加被火箭当作第二个,迈迪2009年7月8日,自由球员阿里加一份5年3395万美元的合同加盟火箭队。 上一个赛季,阿里加作为球队重要球员帮助胡人夺得NBA总冠军。 但因为与管理层谈判出现问题最终加盟火箭,由于独冠赛季出色的表现引起了火箭队的重点关注,在这里阿里加享受到了老大的待遇。 身批一号球衣,身形身四麦迪被火箭当作了第二个麦迪,但是作为老大阿里加的持球进攻能力十分有限,整个赛季的命中率只有39.4%加33.4%加64.9%,场均得分仅有14.9分。 核心斯塔基迫使爱福森换号斯塔基,2007年第一轮第15位被火塞队选中,新秀赛季打得不错,入选为最佳新秀第二阵容。 火塞队看到了这个小伙子身上的希望,以斯塔基作为球队基石,为了他还送走了球队攻城比卢普斯,再作为核心但斯塔基带队能力几乎为0,命中率也是惨得可怜。 最为球迷记贺的一件事是火塞队交易,到了传奇修新爱福森,而当时斯塔基身批的就是爱福森一直穿的三号球衣,最终爱福森被破坏为一号,斯塔基被球迷们戏车为太子基。 乔丹签点撞宽梅布朗,宽梅布朗,2001年第一轮第一顺位被火塞队选中,是NBA历史上的第一位高中升中,而且还是被乔丹签点的人选。 宽梅布朗自己表示,说,不会让乔丹失望的,球队重点培养这位天赋满满的壮,但是他的表现是差的离谱,还被冠以水货状的名号。 太子爷奥斯听李福斯说到小李福斯快传仇迷,肯定不陌生,快传主教练道格李福斯,这是奥斯听李福斯的父亲。 这位新二代高中时期可是打得风生水起,还有着最佳高中生头衔。 2012年,李福斯在首轮第十选位被新奥尔梁黄锋对选中,能打双门位的小李福斯得到了不少机会,但是命中率极低,完全不像是一个后卫。 在快传时期父子共事也得到了不少机会,但是迟迟未能打出名堂,今年夏天被交易到棋台队,穆迪安享受无限开火拳待遇。 穆迪安,是我们的老书人了,出身于平云窟的他为了早点正前养家,放弃NCAA直接进入了职业篮球联赛。 曾经效力于广东红远队,2015年首轮第七位被决金队选中,决金将踏使为球队未来,穆迪安稳着球队受罚,还享受无限开火拳待遇。 但由于过高的失误率以及不及格的命中率令求迷失望,接高。